白烟葱茶居于淳朴的渡行石村内 有一大门一侧门 两门的入口处走到底是水泥铺地 走道上有很特殊的纹理 店内延续眷村外貌风格 因此从摆设到选用的器材皆是一系列 营造出老眷村一般的怀旧氛围 店家提供泡茶区、书写、还有作品展示区 在户外庭院内你可以感受到吹着温暖的阳光 在屋内也能感受儒家一般的温馨、舒适 来到这里的民众都能尽情的放松 白烟葱的后花园是一道跨越三个世代 有400年历史的澎湖厅城墙 墙砖石明显可见 防射的主体结构伸出来 然后再叠出来的烟囱 这跟我们闽南市的烟囱是差距很大的 是当年我们说日本时代 他就可以住住到这么一个官社 像一样的飞官住在这里 那他们有官的人住这里 谁从谁户住哪里 没有办法住 只要在院子里面盖这种东西 那你看到这边有三个门 一个门、两个门、三个门 每一个门就是一户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随顾跟着 将官来到这边的兵 真的是很辛苦 好不容易也许有个女孩子嫁给他 成家立业了 其实他也没有办法给人家 很好的安顿聚守 然后就在院子里面盖了一个这样子的房子 白烟葱倚靠城墙而立 大溪门就在侧边 穿过城墙便可登上了小溪门 城墙历经四百年的舱商 为战火而存在 而白烟葱茶居这栋建筑 有很多历史足迹 有战争时期已留下来的巧识构造 他这边有两个取分口 这个我就很感谢文化局 把我们当年的 他是用这样子 然后会有一个很长长的一个扫饼 然后伸进去之后把份摇出来 所以以前是如果是日据时代 日本人应该会雇用我们的 澎湖的一些百姓吧 去挑肥 挑粪 挖粪 挑肥 那老人家是跟我们讲说 这个时候是要付费的啊 但是我们没有考据到底是谁付钱给谁 也许是挑粪的人付费给日本人吧 买他们的肥料 老板陈丽颜是位退休老师 因为童年在日式房舍度过 而怀念这种感觉 在因缘而进驻 加上对泡茶拥有深厚的热忱 而开创的芝加店并命名为白烟葱茶居 因为在这里有间白烟葱 这个是在我白烟葱的房舍里面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 也有清朝的一个建筑 然后有日本式的建筑 也有我们中国式的一个建筑 但是为什么让我会在这个土地上 有一个特别的情感 不管是这一个我们的四百年古墙 或者日本式的一个房舍 或是我们中国式的一个建筑 其实这三个东西都是为了战争而存在 因为战争而存在 那么多人在这边来来去去 为了就是也许是束手 也许是抗战 也许是躲避 然后我觉得在那个连带里面 大家都为了一口饭吃 或是说颠沛流淋 就只为了要争得一片乌瓦 让自己安身立命 都有相当大的一个故事在背后 所以当我得到这个经营权的时候 我当时是有个心愿 我想要写这个房舍的故事 更知道这个房舍的过去 现在未来 我希望用茶的一个方式 让大家能够进入到这个房舍的历史当中 秉持一颗热爱泡茶的心 与大家分享 希望能带给大家最沉粹的搜寨 让每个人来到这里 都能感受到最温暖的感受 记者王海龙报道